长城汽车即将上市的两款新车一定要注意一下 第一款就是这个即将于3月18号上市的坦克500 坦克500定位于中大型豪华越野SUV 这台车目前来看预售价是33.5万到39.5万 全系标配一台长城自主研发的代号为E30Z的354马力的3.0T V6发动机 支持48V轻混技术 以及比配自主研发的纵制9速自动变速器 这台变速器也意味着从此打破了国外自动挡变速器的垄断技术壁垒 同时还支持接触PR端混动电机 最大承载扭矩可达750牛米 相当于彩幅的81T最新的技术水平 除了技术方面的亮点 这台车还是飞车载式的车身底盘构架 前双叉臂悬架后多连杆整体桥式悬架 四驱传动系统上标配了伯格华纳第三代TOD双速适时四驱系统 以及标配了后桥差速锁 标配全速域自身巡航功能 而这些哪怕是33万多的最低配 该有的功能 可玩性的功能 享受的功能都是标配 所以坦克500上市避火 避断货 坦克500有精能车型吗 目前在售车型中 满足这些配置的好像还真没有 如果说从价位级来看的话 坦克500还要吃掉 加价大王 哈兰达 图昂 缆镜 领个零九 这部分的购车用户 因为这部分的购车用户 无非在乎的就是空间尺寸 坦克500不仅在尺上能够满足 而且动力更棒 配置更高 所以这么来看 坦克500真的不算贵 关于坦克500这台车型 加良也接到了试驾邀约 关注我 之后节目给大家带来 更多坦克500的详细评测 我是加良 选车教你精打细算